其實這個只是跟神更親近的第一步而已 並不是那個後果 不是那個結果 好像我們結婚那個只是剛開始而已 對 我四年前回來的時候 我有得到意志釋放 所以我回到英國的時候 我就在車上我就開始跟她講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已經是一個基督徒 蠻久的時間了 我並不覺得平安 而且我覺得我跟神很遠 離得很遠 我知道我有些問題 我是沒有辦法 好像可以得到解決的 他很感謝就是慧平還有他的team 還有小英傳導的先生 牧師 他們很願意就是 透過Skyp為我禱告 當他們開始為我禱告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嘎倫順吧 這樣他一嘎 有兩件事情是比較明顯的 他可以感受到的 他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就是眼皮會跳 然後開始就流眼淚 就是自動的就流眼淚 不是酷喔 就是打告 然後突然間就開始流眼淚 神可以透過Skyp來醫治祂 也可以透過今天在這裡 也可以在這裡來醫治你 對他來說在靈界的這一塊 他是完全不明白 也不清楚 他想說那個大概是等他死後的時候 才會跟他有關係的 我當然知道有耶穌認識 就是說知道神 但是我沒有跟他有一個真正的關係 聖靈是很奇怪的 我沒有理解聖靈 我們沒有說過聖靈 我們會說 一位神 父 子 聖靈 但我們沒有說過聖靈 對 雖然說我知道是三位一體的神 但是對聖靈不明白 所以不清楚聖靈 當他開始眼皮跳流眼淚的時候 他說 他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是情欲的靈 當他是青少年的時候 有他的朋友拿了一些不該看的東西給他看 從那個時候 我都覺得我是好像沒有得著聖靈 好像被擄住了 就是有一個東西 他當然他是不明白這些靈界 他覺得被擄住 然後他永遠沒有辦法 好像從這樣子的捆綁當中得著自由 然後他覺得他跟神 他不斷地會悔改 可是就是還是沒有辦法得著自由 他覺得他跟神離得很遠 他覺得那個罪就像是 信心的癌症 就是他就是沒有信心這樣 是一個癌症 就是因為這樣的罪讓他覺得很沒有臉 所以一直一直就遠離神 遠離神 他不知道說原來這個不是只是他自己的問題 所以那個黑暗的勢力其實是要把他捆綁住的 他從來不明白這些事情 所以當那個東西離開了 那是一個正確的戰鬥 我可以對方的戰鬥 OK 你意思是後來的送禮 後來的送禮 就經過一支釋放之後 他就覺得那個東西離開他之後 他覺得他是可以跟那個人 跟那個東西 應該是耶穌為你一份要征戰 自從那個時候 他再也沒有這個情欲的問題來 他完全全 我是可以不用說謊的 他不用看那些東西 是真的 OK 聖經 我想知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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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個欲望 因為我認識 當它在這裡 它開始轉到我的心裡 它就開始對神 就非常 很可慕 很可慕 對 他就讀完整本聖經 然後就一直讀 一直讀 新約 我知道他新約已經讀過很多次 一直讀 他會讀約翰福音 他會讀一次 然後就再讀 再讀好幾十次 就一直讀 一直讀這樣子 對 對 他在晚上 我會祈禱神 我會讀福音 我會祈禱神 我會祈禱 我會祈禱神 我會祈禱神 對 他以前其實我講一下 他以前是回到家 他就開始看電視 看到睡著 後來生命被更新了之後 他就說 唉唷 跟耶穌相處 是比看電視還來得棒 所以他會在 他的習慣就是要睡覺之前 他會花時間敬拜神 唱很多詩歌 然後讀聖經 就是每一天都是這樣子的 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發現 我以前說 我沒有時間去讀聖經 但這是謊 我一直在看電視 我一直在看電視 我一直在說 電視比知道神的更重要 所以是一個謊言 你會說 我沒有時間做什麼 我沒有時間讀聖經 因為我要幹嘛 其實是有時間的 那個其實只是一個謊言 只是你的選擇 對你是什麼比較重要 然後他的腳就有震動 就是那個是兇惡的靈嗎 兇惡的靈 OK 他不明白 他覺得他並不是一個很暴力的人 他以前會有那些暴力的夢 對 他以前有打那個 日本的 那不是空手道 是 卡拉提是和氣道嗎 我是不知道 就是 那當然他們要打的時候 就是會 腦筋裡面就會想說 要怎麼去打人 他是一道黑袋 所以他被釋放了之後 就沒有再有那種暴力的夢了 就沒有再做過了 對 所以我以前 我突然覺得 我可以看到 我相信 那些東西是以後的 但其實是以後的 不是現在 現在他就可以 他突然間他的眼睛就開了 神的靈界眼睛看到 看到在這些靈界的東西 還有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 對 所以 那些經驗 是沒有人可以從我 我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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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自從這樣 他自己有親身的經歷 所以他知道說 在這個世界上 是有一個屬靈的 這個靈界的 是他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 而且他很清楚知道說 耶穌是神 耶穌是王 那個是沒有人可以拿走的 就是他自己親身的經歷 就是他自己親身的經歷 那些人在哪裡 聖靈你告訴我 所以能夠把那個不好的根 給他剷除起來 所以他就不會在一直 在那個地方跌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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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補充說明 他第一次用四十篇禱告的第一天 他就夢見薑餅 Tristan 對嗎 薑絲 薑絲嘛 對不對 你忘了嗎 OK 他夢見 他第一天四十天禱告的時候 我記得他就說 殭屍在追他 殭屍在追他 那時候我們覺得好好去 因為他是用英文版的 就是你知道嗎 這樣子的悔改禱告 全世界通用 通中國人外國人原住民 漢人通通可以用 那所以後來他幫我們四十天禱告翻譯成英文 對 翻譯成英文 那我們要謝謝他 謝謝你把你的禱告翻譯成英文 第二位 建民來了嗎 另外 建民來來來來來 建民要放投影片 有兩張相片要放出來 建民今天從基隆長根請假出來 我們再給他大聲一點的掌聲好不好 小英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泰山牧區的那個王建民 第一次小組聚會的時候 就在我太太的補習班的教室做聚會 那時候小英牧師也有到那邊 我馬上遇到一個就是神給小英牧師一個 一個就是說力量 要把身上的一個黑暗的勢力 黑暗的勢力把它驅出來 就驅了兩隻 後來因為還有其他人要開會嘛 所以沒有 那天我坐 我跟我的太太從五谷 坐公車高鐵 公車捷運到深坑 我們的家的時候對不對 那天睡覺很不安穩 為什麼不安穩 首先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這裡被抓上 他說這誰抓的 這個就是不像人抓的吧 我在埔里生命有看到一個影帶 那個解脫那個叫 也是我們SH系列小組的 那他那時候在受磨的時候 都是用這樣抓的 所以牧師也被他做了好幾次就對了 這是第一個 然後早上那一天我六點多起來 因為要禮拜天還有聚會嘛 所以起來的時候既然抽筋啦 我好久沒抽筋了 現在抽筋腳還在痛 但是待會兒我再講第二個 然後他知道我禮拜三會來這裡 接受小燕牧師的那個釋放 奇怪不奇怪 禮拜日禮拜天都好好的 禮拜日禮拜一都好好的 禮拜二既然十一點的時候 我渾身滑斗 發高燒到陳庚涼的時候是39.5度 我們也是情有感 事實上不是 篩選出來的話對不對 就是那個陰性的 全部陰性 稍微也退了 所以主要是今天早上 就說今天囉 現在是晚上嘛 中午之前我還跟我太太說 我怎麼整天都痛得要死 真的痛得要死 然後脖子好像很僵硬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單獨一個人住一間房間 所以旁邊有其他病人 他只用他說他不說話 不說話 十分鐘給我按著頭 我這個整個還有我的腰還有我的腳 頭肌那個會痛的部分對不對 全部好了 所以我今天才能請假出來 或者你要請假出來 醫生一定就是說 會說你狀況真的不好 可能是什麼感什麼感 讓你出來 萬一他也要負責任 所以這就是神帶給我們大家 他的弟兄姊妹的一個伺服就對了 為了不耽誤你們 說小英牧師 讓神的把你們恩高磨片你們全身 我在講到這裡就好了 好 謝謝